这是我见过最朴实的捕鱼方式 啥工具都不用 大家一起并排摸索过去 哪怕抓不到鱼 也能驱赶到岩石区那 最后果然是在逼到岩峰那抓到大鱼 少说也有二十多斤 烤熟后的味道那是相当不错 要是能再来多几条就好了 挑战进行到第十二天 原本以为钱看到一群人过来 心情会稍微开心一点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直接就是对着累戏开喷 他无法理解为什么 私自将打伙计带走 场面那是相当尴尬 沙拉试着缓解一下气氛 并没有什么效果 钱那是越骂越凶 雷希没想到她会这么暴躁 吃瓜群众就在一边看着 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雷希为了团队的和谐 加上本身就是自己的问题 她主动承认错误 并解释这是个意外 钱一脸不相信的样子 看在其他小组过来 她也不想继续争吵下去 两人这才稍微消停一会 雷希觉得这样相处实在太累了 只能尽量减少和钱接触 希望能够顺利熬到挑战结束 家里他们等了半天 总是能好好交流会 换成其他人碰到东西被拿走 相信也会这么生气 只是钱处理的方法并不是很好 不知道待在这里是好是坏了 女子组那边已经好几天没抓到链鱼 不像之前随便一件都能命中 需要耗费更多时间精力才能整到 为了避免惊吓到他们 一个个大气都不敢喘下 靠近小池堂室才开始射击 明明这么多余聚集在一起 他们硬是一条都没有抓到 这运气实在有够差的 耗费不少时间在这里 效果并不是很好 所以为啥不找材料弄个篮子捞呢 大家简单商量过后 并没有继续纠结在池堂上 决定到更远的地方寻找猎物 要是弄整到头大家伙 接下来一个礼拜都不用愁吃的了 我感觉还不如在池堂抓鱼 至少知道里面是有吃的 这去狩猎难度实在太高了 想制造点把草丛的动物驱赶到队友那边 听起来好像挺靠谱的 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太难了 根本没法惊吓到里面的生物 纯粹就是在这里浪费时间 其得凯拉直接冲进去寻找 她就不信这样还能空军 要知道里面可能潜藏着猎狗和狮子 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不敢太过深入到里面 突然有只羚羊冲了出去 大家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猎物就这样在眼前离开 所以说 还不如去池堂抓鱼好 并没有因此选择放弃 接下来还想跟踪过去狩猎 真怕他们会在半路上晕倒 家里组那边正忙着扩建庇护所 有了他们的加入 现在团队看起来要和谐很多 虽然说人多力量大 但是收集材料是真的累人 雷希看到家里一次收集到这么多 又开始在那阴阳怪气起来 他们总算明白为啥钱这么气了 换作自己也会炒上几天 宁愿跟钱多点交流 也不想跟雷希有太多接触 更何况还带他们去找食物 这树上的无花果实在太多 光是看着都要馋哭了 家里想都没想 直接爬到上面采摘 猴子都没他这么灵活 梅兰妮那边还是老样子 能够坚持到现在 全靠着队友照顾 继续这样下去只会拖累队伍 就在大家饿得咕咕叫时 家里带回不少无花果吃 虽然能恢复的能量不多 但也总好过什么都不吃 后面几天也能稍微过得好一点 大家一直忙到快天黑 才将庇护所弄好 整体看起来还不错 就不知道夜里能否睡个好觉了 本来大家心情还挺不错的 没想到梅兰妮屁股会被蝎子折 这还没搞清楚情况 累积那边又被蝎子给吓到 可惜还是让蝎子给折了一下 这里一块都肿胀起来 幸好毒性不是很大 只是这么添屁股不好受 气得梅兰妮直接把蝎子抓去靠 这块头是小了一点 可这味道倒是挺不错 用来解解馋也是可以的 挑战进行到第13天 梅兰妮屁股还是感觉火辣辣的 本来身体就比较虚弱 沙拉有些担心情况会恶化下去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坚持下去 钱欣密实实发现有一大片水潭 这里面肯定栖息着不少鱼 尤其是在岩石缝隙里面 钱欣摸索了一会 好消息是这里有条大年鱼 坏消息是他从自己手里溜走了 要是大家能够来帮忙 肯定能抓到不少年鱼填饱肚子 钱欣立刻回去摇人过来 就是这里距离营地有些距离 一个来回都让人累得不行 钱欣回到营地 立刻告诉大家好消息 经过短暂的交流后 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将东西简单收拾整理过后 就全员前往水潭那边抓鱼吃 这路程比想象中还要远 加上被太阳暴晒 身体那是变得越来越虚弱 都不知道在这里走了多久 目的地就在前面不远处 真想直接浸泡到水里面 然而梅兰妮的身体实在是扛不住 到处是晒伤的痕迹 已经没有什么力气去帮忙 每走一段路就得停下来休息 疼得梅兰妮直接就哭了出来 大家用肉身帮她遮挡住太阳 希望这样能让身体稍微好一点 最好就是送回营地躺着休息 她觉得自己拖累队伍太多了 队友还想着如何帮助到她 唯独累习觉得这样不行 毕竟是在野外求生挑战 梅兰妮这种情况 最好还是选择放弃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不得不说 这边水潭确实要好很多 里面的鰻鱼足够 他们吃到挑战结束了 刚进入到水里面 就感受到鲶鱼的活跃 虽然里面的鱼很多 但是想用徒手抓起来 难度实在太大了 本来那水就比较浑浊 这样一折腾 更难看清水里的情况 早知道就带张网过来捞鱼了 必须得抓到条鱼再回到岸上 试着将它们驱赶到小水湾那边 效果那是非常好 成功将鲶鱼堵在那里走不了 耗费了这么多时间精力 总算是抓到条 正准备放到袋子里面时 差点就让它溜到水那 友情无险顺利弄到入尸 大家心情那是相当激动 以后要是能在这里待着 都不用担心会怕饿肚子 现在只想快点回去处理干净 这鰻鱼差不多有一米长 身上的肉足够大家饱餐一顿了 太久没有闻到肉香 大家也不客气直接一口咬下去 脂肪比想象中还要丰富很多 吃得那是相当高兴 唯独梅兰妮看起来不太妙 差点就把嘴里肉吐了出来 强忍着难受才勉强咽下去 雷希可不想辛苦弄到的食物浪费 哪怕在难受也得吞下去 有这样的队友照顾 梅兰妮觉得自己太幸运 原本都想着放弃挑战 吃完这些烤肉后 觉得自己现在又可以了 吃饱喝足后躺在地上休息 小日子过得那是相当舒服 入夜后沸沸变得活跃起来 甚至跑到庇护所附近蹦达 吓得他们都不敢躺下来休息 只能不断添加柴火烧得旺一点 最糟糕的是梅兰妮的身体恶化 又开始在那里呕吐起来 威脸那肉都还没消化完 就已经清空的差不多 梅兰妮已经分不清是晒伤还是食物问题 反正自己那是实在扛不住了 身体并没有什么好转 虚弱的不行 继续这样下去 怕是会有生命危险 沙拉看着她晒伤越来越严重 不希望继续留在这里受苦 劝她早点退出挑战回去 钱恩时常能看到沸沸跑来吃无花果 她觉得这边肯定会有其他猎物 刚好看到有只鸟在那里 立刻拿起弓箭瞄准 效果嘛差了点一次 特伦斯跑到水源附近寻找食物 在太阳下待了没多久 就感觉有点头晕眼花 身体那是变得越来越虚弱 急需一些蛋白质补充体力 平时吃的无花果 有一半被沸沸给吃了 继续这样下去 资源只会越来越少 大家情况都不是很好 现在连拉弓的力气都没有 梅兰妮就更加糟糕 嘴唇上都出现晒伤 只能待在树荫下看着队友干活 这不是她想要的荒野挑战 累习对梅兰妮那是相当不满意 每个人都在努力为团队做贡献 只有她像没事一样躺在那里 哪怕是照看一下火堆 自己也不会有这么大意见 然而其他队友都是想着拉一把 特伦斯更是打算让她一直躺着休息 不知道大家碰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处理呢 累习实在看不下去 让特伦斯闭嘴别再说了 梅兰妮现在就是团队的负担 不想再承担她的工作 累习那是越说越过分 要不是镜头在那里 特伦斯都想冲上去给她一把 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实 但是说的太伤人了 梅兰妮不想团队为她而争吵 继续待在这里只会拖累队伍 除了累习 大家都不愿看到她退出 对于梅兰妮来说 能待到现在满足了 团队的气氛变得更加沉重 不知道接下来谁会离开这里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